大家好,我叫鄧志,Gigi 我是新闻語傳播學院的Fresh Grad 我剛剛在上年年五的時候,就參加了大學舉辦的交易程式 去了法國巴黎的Séance Pro 即是巴黎政治大學做交換生 就維其一年 因為去交易程式,如果你不需要去Transcredit的話 其實是不一定需要跟自己major相關的Course 所以我當時就參加了很多不同的課程 譬如說跟歷史、政治、文化、藝術、人類學相關的課程 還有那邊大學也有提供一些法文的課程和體育課程 我自己覺得我參加的Course很多都非常有趣 例如說我參加的Course是關於中東電影 我們每一堂就會看一套中東的電影 然後就跟世界各地的學生去討論一下電影背後帶出的政治形勢 社會狀況等等 那我覺得take這些課程其實是非常之擴闊了我的眼界 因為我之前一直熟悉的事都是香港或者香港周邊地區的事 但是去exchange是真的可以令我跳出亞洲 而是知道更加多關於歐洲甚至全世界各地的種種不同的社會狀況 文化藝術、政治形勢等等 而且都可以跟世界各地來的學生去參與討論和辯論 因為去exchange的credit load就比較少 所以我也有不少時間可以出去逛逛 去感受一下當地人的生活和文化 我去了巴黎做exchange 巴黎作為世界藝術之都的確是名不虛傳 他每個月都有大小不同的藝術展覽、演出、藝術活動等等 對於身為藝術外套者的我 都是非常之目不下級的 但是那邊的生活都有他的缺點 例如說那邊的行政效率 是比香港比較慢和混亂多少少的 所以我當時在處理一些生活上的手續 例如說開銀行戶口 都花了不少時間 所以這些都是你去exchange 會需要學習處理和面對的一些事情 我當時去了exchange 做了一年 所以都遇到不少難忘的事情 但是說到最難忘的 就一定是法國的全國封城 因為3月左右開始 好像歐洲的肺炎疫情變得非常之嚴重 所以法國由3月中開始 就宣佈全國封鎖隔離 去到5月中左右才陸續開 在那時候呢 就那些酒吧啊 餐廳啊 公園就全部都關掉 就是只有超市或者藥店等等的民生必需品的店鋪會繼續開 而且每一個人 除非他是因為工作或者其他特殊原因 如果不是呢 每天就只可以出門口一次 每次一個小時 而且是來家一公里範圍之內 那幸好科技發達啦 雖然我不可以回學校上課 但我都可以用zoom等等的遙距方式去繼續我的課程 而且我都可以透過網絡去每一天和我的朋友家人保持聯繫 我覺得這件事呢 是非常之訓練到我的應變能力 以及如何在重大的變故裏面保持心境平和的能力 例如說 當時我會每一天在家裏都做一些瑜伽或者體能 除了保持身體健康之餘 我也覺得如果身體是強壯的話 心靈也會強壯一些 最後給大家一些提示吧 第一呢 很多人都以為是不可以讀完四年大學之後才去交易 又或者一定要留一些契約在交易的時候才去讀完它 但是我就是一個成功例子 我是讀完四年大學的契約 然後申請defer 然後在最後year 5那年才去交易 但是這件事呢 當然要和你的department溝通清楚 問清楚他們會不會對你的畢業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第二個tips呢 就是如果你是好像我這樣去法國 或者去其他非英語系的國家的話 就最好先打好一些當地語言的基礎 這樣去到會對你的生活上的溝通 或者去跟當地人做一些文化交流都會順暢很多 那最後一個tips就是 去到外國exchange呢 很多時候呢 就會剩下你自己一個 很多事情都要懂得去自己去面對 而且呢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要懂得照顧好自己 無論是身體上或者心靈上都是 總括來說 我覺得exchange 是一個很好和很珍貴的體驗 它可以擴負你的眼界之餘 對於你的個人成長都會帶來很多得著 但是你也有心理準備會遇到很多挑戰 而且不要怕麻煩 因為有時處理feasor 租屋等等 這些位置都可以頗麻煩 但是都不收為對自己一個磨鍊 那最後的最後 就希望大家如果選擇去exchange的話 都會有一個開心和充滿得著的旅程 在這裡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久 然後再加一遍 跟我說 應該是怎樣 那項目的 要是想想要的 要是想想要的